大家好,我是赵老师 咱这期视频要给大家讲一下这个金,金子的金 我们在写这个金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上面人字头要往两边打开 把下面部分整个给它覆盖住 也就是说那下半部分我们要收敛一些 你看那这下半部分横比较多 但是都要收着些 尤其是底横不要给它拉长了 好多同学写这个金子的时候 他搞不清楚主笔 写那该放开的时候呢放的不够开 然后到底下的时候 底横又拉得很长 你这样写出来就有点主词不分了 一定要注意金字放开的是皮那 下面都要收着些 都得收着些 要在这个人字头的范围下 我们现在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首先咱来看这个人字头 顿一下皮那往两边走开 你看皮那 皮那往两边竖展 然后下面小短横 微微往右上扛肩 这个横要短 第二横比它略长一些 然后竖 注意这两横肩距要近一些 点儿 然后皮 再来一横 这个横也不能写长 你看它下面部分 都要在人字头的范围下 人字头是整个字里最宽的部分 其余的部分都要瘦一点 都要收敛一些 我们再来给大家演示一遍 首先你看人字头 撇 那往两边打开 出那角 舒展开 然后横微往右上扛肩 再来一横 两横间距近一些 不要写太远 这两横要间距近一些 然后点 撇 最后一横也不要给它拉长 这是金字的书写 人字头整个要把下面给它遮住 一定要搞清楚它的主笔是谁 是撇那放出去的 不是下面这个长横 不是下面的这个底横 我们最后再来给大家演示一遍 撇那 往两边 舒展 打开 撇那要打开 然后横 微微往右上扛肩 再来一横 这个横不要写长 两横间距要近 然后竖 点 撇 然后最后一横 这个横也不要给它写长 这是金字的书写 好 我们这期视频 金字就给大家讲解到这了 我真的有 va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